接下來這個說法 沒有流傳五十年 也有流傳二十年 就是喝香菜水 可以排毒保養腎 喝了什麼好處呢 他說因為這個香菜水 可以幫忙排毒之外呢 他甚至說香菜 還有很多的這個高甲嘛 高甲的方法 他說你可以看 可以幫我們腎的血管疏張 甚至那種疏張之後 是不是有利於排尿幹嗎 他就說你看這樣 對腎臟的保養真正超級讚 甚至還有一些還附上什麼 動物實驗證明喔 所以有些小小鼠分兩組 然後分別給他香菜水 結果沒有他說 這個利尿效果頂好 利尿不就是保養腎的嗎 好專業 這個我們講香菜水裡面什麼 就是水分 維他命C 很多的礦物質 又是甲離子 甲離子在我們人體 扮演什麼角色呢 它可以跟我們的神經傳導 讓我們的肌肉放鬆 所以你高血壓的人 他吃甲離子 會跟血壓會稍微降低一些 然後肩膀就沒有那麼痠痛 其實還有利尿效果還滿不錯 所以你如果說是一個 腎臟健康的人 吃甲離子去對很多慢性病 其實還不錯 可是你如果是一個 慢性腎衰竭 或是已經在洗腎的人 那這樣甲離子是誰排的 是我們的腎臟排出去的 那你已經排不出去了 你還一直在補充大量的甲離子 會造成什麼 高血甲 甲離子正常在3.5到5.2 你超過高血甲之後 會開始出現 我的 有一點想吐 就是因為瘴氣 接著肌肉會沒力 再更嚴重一點 心臟會不跳動 甚至有死亡的風險 對 所以千萬不要 誤信網路謠言 已經在洗腎了 只有靠 沒有要靠我們健保署 每一年花了三四百億在洗腎 如果香菜水可以 也可以不用洗腎 那健保署一定歸給大家使用 大家想這就是一個 網路的謠言 所以不要洗腎 很可怕